三毛和张爱玲是很多朋友,特别是女性朋友,非常喜欢的作家。 不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三毛遇见张爱玲,他们能不能做朋友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 那一年,三毛看张爱玲的《禁鱼录》,当她读到张爱玲在港站期间被派去做临床护士,对病原极不耐烦的情节时,大呼喜欢,因为她说看到了人性的真。 她后来还以张爱玲为原型,写了一部电影《滚滚红尘》,只换来后者一句,真讨厌。 三毛自杀后,张爱玲颇不以为然地说,她怎么自杀了? 他们对对方的态度,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三毛很三毛,张爱玲很张爱玲。 同为享誉华人世界,有着不一般经历绅士的迷人女作家,她们被屡屡放在一起来做比较,见人见智兼有。 可惜的是,虽然曾经身处同一时代,这二位却没有交集。 如果他们当初机缘巧合,忽然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地在某个场合遇见,会说一句, 哦,你也在这里吗?还是连致意都省略,默默擦肩而过呢? 毕竟,同是倾城女子。张爱玲写过《倾城之恋》,三毛写过《倾城》,但她们心灵的底色却大过不同。 张爱玲是千山鸟飞绝,万静人踪灭,真正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苍凉底色。 三毛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楚狗,但她有幸,身边始终有爱和支撑。 所以,尽管命运多舛,但她心灵的底色是暖粉浅绿,姓黄成红。 众所周知,张爱玲的原生家庭不幸福。 早年,父母感情不合离婚,父母在私人生活上都很能撒狗血。 父亲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母亲终身以谈恋爱为业。 她们都忙于追求个人幸福和自我享受,没有给到孩子该有的家庭温暖。 这是其一。 更重要的,在个人成长规划上,张爱玲曾屡遭打击。 张爱玲曾外祖父是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李鸿章,她算是贵族后裔。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是末世,人家也是大宅里出生,花园、洋房、汽车里长大的。 但大户人家都有个特点,有钱也未必啃舍地花在孩子身上。 贾宝玲说过,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 大概是对只进不出内囊耗尽的恐惧,爱玲父亲不舍得花学费,让他在家里接受教育。 母亲主张送学校,父亲一再大闹着不一,到底被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送进去了。 张爱玲天资过人,成绩在学校里一直名列前茅,英文和绘画更是出类拔萃。 她本人也是个有抱负的少女。 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 中学毕业后,到英国读大学。 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 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展望中的自己,颇有后来的义书女郎的范儿。 但父亲却不赞成她读书,继母过门之后更是克扣。 总让她穿自己的旧衣服,以致留下阴影。 后来成命后,练衣成痞。 中学快毕业的时候,她向父亲提出留学,父亲听了大发脾气,说她受了母亲的挑唆。 继母更是大骂。 此事后来成为与父亲反目的导火索。 在被父亲毒打后,她从家里逃出来跟了母亲。 然而,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为了生存,她努力迁就讨好,但还是成了自由惯了的母亲的累赘。 对于敏感的少女,这不斥是一种煎熬。 考上伦敦大学,远走高飞,大概是她当时唯一的精神寄托。 命运却从这里开始跟她开启了一连串的玩笑。 张爱玲在包括日本、菲律宾、香港等整个远东地区考生中名列第一。 但欧战爆发,无法成行。 伦敦大学去不了,只好赶上香港大学。 港大期间,她的成绩每门功课都是第一。 意图在港大毕业后再去英国深造。 不想港战又爆发了,战火将她的成绩单复制一句,她只得返回上海。 如果说前两次玩笑是历史造成的,第三次玩笑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要强的她仍然没有死心,又一次投考了圣约翰大学。 这次没有考取的原因,竟然是国文不及格,需得上补习班。 连她老师都为她鸣不平,可最终,还是因为生活费无法解决而辍学了。 她心心念念的学业梦想就此黯然收场,不得已成了一个靠笔墨来养活自己的女作家。 张爱玲不是与生俱来的消极主义。 回顾她的成长史,你会看到她不是没有奋斗过,但所有的奋斗都拗不过命运小手指头的轻轻一个拨弄。 怪不得她说,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又说,生命有她自己的图案,我们唯有临摹,多么痛的领悟。 无法左右历史的进程,不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写作成了她不被世界抛弃的饭碗,进而傲视众生的戾气。 张爱玲那么那么珍视自己的文字,以笔为枪,但无虚发。 在她的文章里,你看不到多余的字,虚浮的词,她追求的文字境界是极致的精准。 发现自己想说的话,早已让人说过了。 说得比自己好呢,使人怅然若失,说得还不及自己呢,那更伤心了。 一贯心高气傲的天才姑娘,无论做什么,当然都要做到最好。 人们惊异于她的横空出世,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笔风怎么会那么老辣冰凉? 没错,她很年轻,但奈何这成长的一路上布满暗戳戳的伤? 身边围绕的人凉薄居多,以对她的三观产生影响。 笔尖流泻出的文字,怎会不犀利苍凉? 让她像冰心那样,写爱,写暖,写真善美。 对不起,她没看到,她只看到生命是一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枣子。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 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风笛,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颠的绿叶。 这本是一个热爱生活的文艺小女生的快乐,而后来紧跟地转折一句,独来甚觉心酸。 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 对人,她始终存有疏离戒心,无法自然放松地与人相处,原生家庭带给她的伤,终身未曾疗愈。 更别提她后来那场著名的初恋。 湖南城的风流诚信,烂情辜负,让出场爱情滋味的她倒足胃口,但仍然选择体面结束。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的了。 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 世人都在张爱玲决绝,哪里决绝了? 就和这样一个渣男的关系,还值得用一年半的时间考虑,应该分分钟将之踢出局。 可见爱玲芝纠结重情。 随信还寄出三十万,真是中国好前任之典范。 然而这个湖南城,在余生还不忘消费她,写了一本今生今世展览当年旧情,炫耀了自己,顺便恶心了她。 为男女感情所伤过的人,不会再轻易殴割爱情。 所以在她的笔下,没有纯粹的爱情,只有扒皮和嘲弄,很难有好的结局。 紧一步倾城之恋是团圆结局,还是充满了算计和历史的巧合。 尽管后来傅雷批评她,她还是毫无愧色,说主角的结局,就事论事,他们只能如此。 好作家一定对自己够狠狠,够诚实,她只肯写她自己信的世界。 人事带她良博,她可没那么好脾气,媚着良心,说这世界好暖,好美,好感人。 可是,在她心中仍然珍存了一段记忆 她深情回忆到 小时候,母亲回国 举家搬至一所花园洋房里 有狗,有花,有童话书 母亲坐在钢琴凳上模仿电影 她大笑着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看到书里加了一朵花 母亲告诉她这朵花的来历 多愁善感的小女生听了落下泪来 母亲立刻向弟弟表扬她 你看姐姐,不是因为吃不到糖哭的 她写信给自己的好朋友 描述自己的生活 用了满满三叶纸 还画了图样 没有得到回信 时隔多年,她回忆起来自嘲说 那样粗俗的夸耀 认识谁都要讨厌吧 家里的一切 我都认为是美的巅峰 在那自嘲中 是藏不住的幸福快乐 那是属于童年的短暂的黄金时代 哪有人天生凉薄呢 对吧 一定是曾经被伤透了心 即使后来被读者追捧 她也坚称大家爱的是作品 而不是她本人 这可以叫清醒 也可以看成是紧张 总怕自己不招人喜欢 对张爱玲 当我们试图去理解 而不是去神话 便多少能明白了 她为什么厌恶三毛 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痴情女子 因为当年痴情 正是自己最不知之事 也理解了 她为什么对三毛自杀的不以为然 成年人的世界 谁容易 竟然就这么轻易地一死了之 我们不能只看到张爱玲的孤傲和凉薄 也要看到她的无辜与不屈 三毛与张爱玲有太多不同 她比张爱玲幸福太多 她有一对爱她如命的伟大的父母 尽管她在孩子里最不省心 父母还是给了她无限包容与呵护 对她不抛弃不放弃 她本名陈茂平 平是希望世界和平 帽子则来自族谱 但她无论如何 都学不会如何写这个帽子 于是自作主张把中间那个字去掉 偏叫自己陈茗 她父亲便也默许了 连带把她弟弟们的帽子也都拿掉了 对她不可谓不宽容 小时候的三毛 夸张点说是一枚小学渣 数学经常得零分 被老师在脸上画墨圈羞辱后 她便再不去上学了 休学在家 父母便将她转入美国学校 学插花 学钢琴 学国画 还对她进行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疗 但是都以失败告终 更别提她后来的抑郁 割腕闹自杀 很少消停 父母对她费尽了心机 她自己也说 父母对她用尽一切爱心和忍耐 在跟名家黄军碧习山水 向邵又轩习花鸟长进不大之后 她又提出要跟著名画家 顾福生学油画 学费想来不菲 但父母又一次医了她 饶是如此 跟顾福生第一回约定的上课日时 她又不肯去了 母亲便打电话去改期 在这里 她遇到了为她进军文坛领路的贵人 她的绘画天赋跟张爱玲实在没法比 学了几个月 笔下的东西仍然不能成行 然而 顾福生付出了无限的忍耐和关心 她从来没有流落过 一丝一毫的不耐 甚至于在语气上 都是极温和的 后来连她自己都说 没有造就了 不能再累你 以后不要再来得好 但顾福生鼓励她 还那么小 急什么呢 然后送给她一些文学书看 正是这些书 替她推开了日后成为作家的一扇门 她开始尝试写作 顾福生帮她推荐到杂志发表 她拿着杂志跑回家 比她更激动的是她的父亲 母亲 她们喜极而泣 从那刻 希望在萌发 她开始羞怯地向母亲要打扮 母亲带着她们姐妹去定做皮鞋 姊姊选了黑漆皮的 而她摸着一张淡玫瑰红的软皮 爱不释手 而母亲就真的替她买下 对比张爱玲 为了不花母亲的钱 不舍得坐公交 步行跨越城市 而彼时 她的母亲一天一瓶养奶 为的是保持肉皮细嫩 见此之外 真是感慨良多 同事母亲 差别咋就那么大呢 孩子的幸福成长 真的不完全取决于家庭物质条件 而是父母肯在她身上 花多少心思和爱 张爱玲当年想留学 拼尽全力而不得 后来的三毛 却在父母的资助下 实现了她的梦想 她在自传题小说 《清诚》一文里说 我是依靠父亲福岸工作 来读书的孩子 所以要加倍努力 总算是懂事了 尽管三毛后来 多次遭遇感情重创 前有育人不输 与有妇之夫的画家纠缠 终有德国未婚夫结婚前夕 突发心脏病去世 后有西班牙丈夫何希 溺水而亡 但是每一次难关面前 她的父母兄弟子妹 都会陪在她身边度过 她的所有情绪都有人承接 她留学刚回国 回到家看到妈妈 做了一大桌子菜 委屈地哭了 原来你们吃得这么好 慌的母亲对她又是心疼 又是解释 她的新书父亲作序 题目是 我家老二三小姐 语气宠溺 她也会发脾气 因为两个年幼的 双胞胎侄女不认她 她逼急了 拉出来给一顿暴揍 三毛的背影里 继续的是何希去世时 父母陪在她身边 为她操劳付出的点点滴滴 在那篇文章里 她这样写她的妈妈 我知道 只要我活着一天 她便不肯委屈我一秒 这样的话 在张爱玲那里 是绝看不到的 因为她从未得到过 这样无私的爱 有人说 三毛矫情 妆 甚至说 她是撒谎精 但有一点 你不能否认 三毛本人 绝对绝对是一个 待人善意满满的人 她的朋友变天下 随便到一个陌生地方 都能很快交到朋友 她可以拎着一只箱子 住进王洛斌的家 也可以毫无顾忌地 任三毛流浪记的作者 张乐平做干霸 这样的事情 能想象 发生在张爱玲身上吗 张爱玲可是连给朋友 写信发点小牢骚 都要立即警觉 马上歉意地说 自己啰嗦半天 乌烟瘴气的人 得到过太多爱 才会对世界 有那么多的信任和温柔 三毛的命运 实在不能说好 除了感情不顺 身体总出这样那样的毛病 后期还得过癌症 但生命有了爱脱底 她的蚊子里 永远有热乎乎的能量 在流动 比如她在 哭泣的骆驼 雅奴 温柔的夜里 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爱 在清城里 对一件钟情的疯狂 与不管不顾 风吹过来 反面吹过来 吹翻了我的长发 她伸手轻浮了一下 将盖住的眼光 再度与她交缠 反正是 不想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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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那句话 好的作家 只会写自己信的东西 只有自己信 读者才会信 她的作品之所以动人 就是因为 故事情节 先无论真假 但主题不会造假 那就是 永远指向 真 善 美 三毛与张爱玲两个人 既遇太不同 也造成个性上的不同 一个既温暖 又能捉 一个既冷傲 又自律 一个不管怎么捉 都会有人给兜底 一个从小 只能看着身边的人们捉 一个对生活入戏太深 才不管别人怎么看 一个时刻提醒自己 不要入戏太深 闹了笑话 但他们的共同点是 真 对文 对己 都真实 被人性深深失望过的张爱玲 不会去交视美好 被人无限包容过的三毛 不会去故作高冷 所以他们都各自 成就了 独一无二的自己 几乎不可能被复制 和超越 世界就像一个 被虫住过的苹果 对这一点 两位作家 心知肚明 不同的是 三毛会用手掌 把那个虫眼捂住 把最光洁的那一面 推到你的面前 说 亲爱的 咬一口 很甜是不是 而这爱玲 会干脆利落地 把那个虫眼 转过来对着你 说 每一个苹果 都有虫眼 没有例外 你呢 会喜欢谁 会欣赏谁 会愿意和谁 做朋友呢 而一个成熟的读者 终究会明白 再好的作家 描述的那一面 永远不是全部真相 他们只负责 将你说服和打动 如果在天堂 他们遇见 会做朋友吗 也许不会 因为他们彼此 相信的东西 对方都没有见过 三观不同 没法做朋友 但 也存在一种 微乎其微的可能 三毛 会用它 源源不断地暖 物热张爱玲 那颗 被冰透的心 终有那么一天 张爱玲 对三毛 会像黛玉 后来对宝钗那样说 愿不得 大家都说你好 往日见人都在你 我还不受用 如今我亲自经过 才知道了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分享完了 祝你晚安 做个好梦 好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